第一代文明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而来的 第二代文明就是在第一代文明基础上生长的 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印度文明 希腊文明 罗马文明 那么第一代文明有哪些呢 在东半球有五个 第一个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我们知道在亚美尼亚高原有两条河流出来 一条叫又法拉底河 一条叫底格里斯河 这两条河都流向波斯湾 在这两条河之间诞生了人类的第一代文明 比方说苏美尔 阿卡德 亚述 巴比伦 所以这个文明又叫两河文明 由于希腊人把两河之间叫做美索不达米亚 所以也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呢 第一有城市 第二有国家 第三有文字 而且还有他们的史诗 据苏美尔这个史诗记彩 还记载了当年最早的腐败 就是教育腐败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 那么贵族子弟要送去上学 他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个贵族子弟的学习成绩不好 那么家长就把老师请到家里 请他吃饭 然后给他换上了新衣服 然后给他手上戴上戒指 然后这个老师才让这个学生说 你得把学校的学的东西再表演一遍 然后说很好 看着人类文明诞生之初 腐败就诞生了 不过在苏美尔中国这没记载 第二种埃及文明 没错布达比亚文明 那是优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 埃及文明就诞生在尼罗河流域 所以也叫尼罗河流文明 那这个我就不说了 大家很熟悉 什么金字塔呀 石神人缘像啊 木莱伊呀等等 第三个叫哈拉巴文明 哈拉巴文明又叫印度河文明 必须讲清楚的是 印度河文明不是印度文明 印度河文明实际上在 现在的巴基斯坦 是印度河流域 而印度文明是诞生在 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之间 印度文明是第二代文明 这个哈拉巴文明 印度河文明是第一代文明 而且很奇怪的是 第一代文明莫名其妙的就没了 它和印度文明之间 还有几百年的空白 现在还没有发现 就还靠考古学去挖 我们之所以知道有哈拉巴文明 是因为考古学发现在哈拉巴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座城市 挖出了几千年前的城市遗址 而且非常的先进 有地下排水系统 比较富裕的人家 有自己家的独立卫生间 这是一个人类文明之谜 它怎么产生的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第四种克里特文明 我们也可以叫它爱情海文明 因为它就在爱情海上的克里特岛 那么克里特文明 最为人们熟知的 就是它有一个米洛斯迷宫 迷宫里面有一头 半人半牛的怪兽 这个怪兽吃人 每年都要从希腊运人过去 运同男同女过去给他吃 后来来了一位希腊王子 说我自己去 到了米洛斯迷宫门口 米洛斯国王的公主 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给了他一个献团 然后王子拿着献团 一路走进迷宫 用利剑杀死了怪兽 又沿着献团的指的这个路线 出了迷宫 这就是米洛斯迷宫的故事 也就是克里特文明的故事 第五种就是我们中国的夏文明 夏文明呢 它的证据在河南燕石市 二里头遗址 至少我们现在考古学界的主流 还是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这儿 二里头遗址 至于最近炒得比较热的三星堆 我是不敢乱讲 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我手上也没有证据 也没有数据 不敢说 人类文明史上有五个第一代文明 那么这些文明怎么样了呢 没错 布达米亚文明 埃及文明 哈勒巴文明 克里特文明 这些文明都消亡了 只剩下夏文明 城市和国家是文明的开端 请读国家